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英语学习版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今天的新闻热词包括了Murder 凶杀案 以及相关的Gunman 枪手 还有Victim 受害者 前天杀人 昨天被通缉 今天已死亡 这位凶手的报应可来得真是快 周一凌晨发生在繁华路段Ponsonby Road的枪击案 已经有了众多的新进展 首先是受害人已经确认为33岁的Robert Cindy 他应该是无辜中枪 因为警方说他和任何帮派或者是罪犯都没有任何联系 一位同事称 这位受害者是一位勤奋的排水工人 有一颗善良的心 而枪手昨天已经被确认为K-7 是杀手风这一个黑帮的成员 在这起案件当中 凶手是叫做Murderer 直接在Murder凶杀案后面 加上人物的后缀ER 而枪手是Gunman 受害者是Victim 虽然Victim听起来是UM结尾 但其实他是TIM结尾的 警方事后一直在找这位Gunman 但是今天早上他却被发现在桃波附近的一处农场离奇死亡 目前还不能确定死因 但是根据当地的居民报道 早些时候数十辆的汽车在这一些蒙面 穿着黑衣的人到达了这一处的农场 所以合理猜测应该是黑帮的成员 一些基督城恐袭案的受害者开始指责政府削减了对他们的支持 导致了背信弃义的局面 这位当地的穆斯林领袖叫做Gammer Founder 就对政府和总理Christopher Luxon表达了震惊和失望 说政府终止了枪击案的后续支援服务 导致415个受影响的家庭不会再有个案经理去处理他们的事情 Luxon就回应说政府其实一直都致力于保障每个受害者家庭 但是不是一刀切 也就是说不要向每个家庭都提供一位个案经理 但是一位受害者就说如果他的家庭没有了个性化的服务 转为大家共用一位经理 那他们就不得不每次都向这位经理述说自己受到创伤的经历 的确个性化的服务给每个受害者家庭的支援会更有效 但是成本势必也会更高 那大家觉得政府应不应该去撤销这种客制化的支援呢 那今天有媒体曝光了上个月发生在哈尔米尔顿的一起离奇车祸 一辆车在空中翻滚之后坠毁 驾得目击的司机是连连说粗口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 出专达 证实了这起事故是造成了一人重伤三人轻伤 不过证明目击者能够马上反应过来 报警应该是拯救了那几位伤者吧 昨天5月7日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历史性刑事审判案中 色情明星丹尼尔作为其中一名证人是出庭作证 本来这一次的庭审是关于特朗普的34起伪造商业记录的 但是这位色情明星却详细描述了他和特朗普的一些亲密关系细节 甚至由于描述过于露骨 法官不断地警告他 但是丹尼尔斯仍然是透露了一些让人震惊的细节 包括他声称两人没有使用病套 以及他曾经用杂志拍打过特朗普的臀部等等 大家看到这种绘图其实是由旁听的人去画出来的 因为美国是禁止法庭内录像或者是拍照的 但是却允许这种叫做court sketch的法庭素描记录 其中sketch既是名词也是动词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就多次反对这类的证词 说这类的证词是转移试听 并且要求法庭宣布这一次的审判无效 但是法庭是拒绝了 据悉丹尼尔斯的证词是检方要证明特朗普 意图隐瞒给他13万美元封口费的关键证据 目的就是证明特朗普撒谎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英语学习版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